而疫情延烧冲击了我国产业 行政院预计推出了纾困特别条例 从融资、就业和税务三方面来着手 提供纾困的贷款额度也超过了500亿元 也鼓励企业当员工请防疫照顾价的时候要发薪水 而薪资的费用可以两倍的扣抵所得税 另外也推出20亿的振兴抵用券 除了夜市、商宣之外 艺文活动也纳入使用 倘若员工放防疫假 企业愿意给新行政院拍板 未来在税务上可以加倍扣抵 因应疫情延烧 政院推出纾困方案 从融资、就业和税务三方面着手 现在是防疫优先 纾困优先 防疫的阶段来讲的话 等到疫情受到控制以后才来做一些启动 除此之外 提供纾困贷款方案初步匡列600亿 预计20号拍板特别条例 另外拨出20亿元振兴顶用券 除了夜市、商圈、实用 首度将艺文活动纳入讨论范围 艺文活动也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这个幅度是会扩大 只是说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来用 还是有一个区隔的券 那我想这个是可以做一些讨论跟设计 成租是有房地的摊商 那还有一些小型的店铺 我们提出就是在3月到5月 总共有3个月 那它的租金减收20% 那适用的对象 最主要是就是产业发展局 跟它的所属的市场处 它经管大概9000户以上的摊商摊贩 台北市则是以严税、减租、优息等措施 因为确诊或隔离检疫 有纳税困难者可以延期或分期缴纳 成租室有房地的摊商 提出减收20%租金 因疫情生活困顿者 则提供6000到2万元的急难救助 目前我们是以3个月为期 如果疫情一直延续下去的话 我们当然就会把它拉高 北市府预计3月1号开始实施 中央政策则是等到疫情稳定之后才启动 中央地方双管旗下要降低因疫情带来的损失 东升新闻综合报道